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一名机车骑士本月6日下午行经万华区桂林路时,当时时速仅43公里,却应该路段限速30公里,因而被开了一张1200元的罚单。 机车骑士将罚单扑上爆料公社,讽刺说道速线30百个雷达拍着,真的是尽忠职守,照片中可见,当时骑士的时速仅43公里,骑士速度相当慢,却应该路段限速而持上罚单,让他心有不甘,请其他人评理。 不少网友见状分难以置信,速线30公里,骑个脚踏车也会超速,30。这是要怎么骑车,也有人专业说那个三脚架的点。 老地方了,下次经过那路段要记得用签的,另一方面,也有人认为,非主要道路限速30其实很正常,如此规定才不会让附近居民生活品质受影响。